原生草原覆盖着沙丘地区 这里靠近内布拉斯加州的 耐勒布拉勒国家景区河 其中包括由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 管理的三万六千公顷土地 这天一雨茫茫 但保护区年均降水量不足六十厘米 保护区主任史蒂夫·希克斯说 这里主要是草原和大大小小的动物 这里的栖息地多样性是真的令人惊叹 保护区有很多不同的栖息环境交集在一起 这些是残留的北美野牛 这里曾经有两千万头野牛 把平原当作他们的家和他们的饭桌 由于野牛在这里出没 吃草 整个系统曾经一片兴旺 这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野牛群往往很小 而且在围栏里 野牛是可管理的 但是用围栏限制野牛 比圈养家牛来要费事很多 他们要是想去哪儿一定能去的 为了模仿那些过去的日子 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 将大部分牧场租给私人牧场主 这些家牛在200公顷牧场吃草 保护区希望 吃了几天草之后让草地休养一下 因此牧场主正在将牛赶到另一个牧场 把牛群送到新的牧场后 牧场主就回家了 迪安丘吉尔说 放牧有利于养草 只要你不过度吃草 它会变得更有活力 促进整体规划放牧的福瑞萨研究所 有同样的看法 项目主任拜伦·希尔顿说 放牧实际上有助于草的健康 一旦草被咬过 我们就让动物转移 直到草重新长好 这样得到的草根是最强壮的 它们可以保持土壤 保留水分 使生态系统运行起来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威廉·伯尼奇说 与萨弗瑞研究所合作的 三年的整体规划放牧实验 正显示出促进野生动物的 栖息地的前景 同时我们已经改善了 自己的财务状况 我想对于牧场的承租人 及其生活质量 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没有参与这个项目的环保团体说 有控制的放牧 是保持草原健康的一部分 而且像这样的活生生的 实验室可以确保 世界各地的木序 都有长久可以吃草的地方 美国之音施伦德 内布拉斯加州 瓦伦丁报道 由尼亚播报